2024年5月16日 31歲的電競網紅Twist劉偉健 將於今日上午90到台中的簡署報到入獄服刑 他在此前一天晚上緊急召開直播 與3.9萬名粉絲道別 回顧Twist的過往 3年前他因販賣大麻煙坦而遭到逮捕 最終被判刑4年2個月 儘管入獄在即 Twist仍不願意放棄這片他熟悉的土地 在最後一次直播中 他感性地向粉絲表示 如果沒有你們的支持 我是無法一路嬉皮少年走到現在的 Twist期待哽咽 可是自己可能會隨時崩潰 雖然即將被剝奪自由 但Twist仍表示有許多未完成的事情 他套路將把社群媒體的經營權交給另一半 希望人在獄中與粉絲保持聯繫 甚至分享一些在監獄的生活 或與另一半的愛情故事 此外 他的貓咪和母親的照顧也將由另一半接手 值得一提的是 Twist在直播中也談及了自己與女藝人小齐炫的緋聞 他談成自己多年來一直暗戀小齐炫 但過去由於有暗點而不敢追求 直到今年 他們終於修成正果 成為一對熱戀中的情侶 Twist表示 雖然外界總有各種流言蜚语 但他和小齐炫的愛情卻是最真實的 為了不錯過入獄的時間 Twist提前一天能下台中 他的好友接待了他 並陪同他在台中的豪宅中度過入獄前的最後一夜 在朋友和家人的支持下 Twist表示自己會努力適應獄中生活 期待能早日重獲自由 中上所述 是名直播主Twist將於 今日上午9時到台莊的檢署報到入獄服刑 這是他三年前因犯毒而遭到的判決 在入獄前的最後時刻 托使情緒起伏不定 既感謝粉絲的支持 又對自己即將失去自由感到不安 不過 他仍既望在獄中保持與外界的聯繫 並希望能早日與女友小齐炫重逢 這位曾經輝煌的網紅 如今正面臨人生的重大考驗 大家對於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歡迎留言討論哟 感謝收看Linus每天給你最新最好料新聞報導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